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糖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继续我们的主题就是组合思维,也就是我们在谈的A段架构思呢,需要采取的是创新组合的思维, 也就是因为A段架构思呢,它支持的是一个全新的产品的开发,配合呢,全新的商业模式,以及商业策略等等的。 所以呢,要采用这个组合的方式来支持呢,这个销售,还有产品经理,还有市场部经理的各种创新的想法。 好,那么而且呢,这些想法都会改变,所以我们需要有组合创新,而且要有未来性。 OK,好,那我在这边先帮你再做个铺垫,帮你复习一下, 这一个我们在上个小回合当中所提到的两个文派,一个就是传统的一般的这个抽象的视角。 那么,另外一派呢,是采取的是组合比重不同的,比重不同的,比重视角。 OK,那我们来再复习一下,这一个抽象思维,这一般抽象思维的这种派别呢, 它是以这个寻找共通性为主,就是寻找组件的共通性。 所以它分,是分出这一个组件出来,然后呢,再抽象出共同的部分, 把不一样的部分,把它视而不见,然后呢,留下共通性的组件。 然后呢,在这个创新组合派呢,它分的话,是把它分出来的接口,分出来接口, 然后呢,再得出共通的这个接口,再来做组合。 那么,我刚刚在上一个小回合当中也举了,这一个火锅店的例子, 就是本来呢,火锅店每一张桌子呢,那它配的,配的是这个一个火锅的锅子,在这里。 那么,这一个每个锅子呢,每个桌子呢,都有它的自己的锅子。 OK,那锅子跟桌子连在一起,那么为了让更多人呢,可以使用这个桌子, 所以呢,就把锅子挖掉,挖一个洞,挖一个洞之后,留下这个接口, 留下这个接口,那原来的每个桌子的锅子可能都不一样, 这个桌子呢,比较大,所以锅子就比较大,所以这个桌子比较小, 所以锅子就比较小,但是,所以分出来之后,得接口, 但是,这边的大小不一样,所以这样不好,所以就得出呢, 同用性的,共同性的接口,因此呢,每张桌子的这个洞, 边缘的大小都一样,都一样,所以呢,锅子呢, 的大小,这个接口都一样,只是里头放的不一样, 有的是鸳鸯锅,有的是麻辣锅,等等不一样, 那么,因为这个接口都一样大,所以呢,这张桌子可以配合呢, 很多种锅子,假设呢,我们有五种,五种的锅子, 那锅子都一样大,但是内容都不一样,有的原谅锅,等等, 因此呢,这五种都可以跟它配, 同样的这五种也都可以跟它配,因此呢, 就创造出这一个与众不同的全新的组合, 就是因为分出接口,然后呢, 在这个,依照这个接口呢, 再来做组合, 比如说,有一天,在买一个圆形的桌子, 那也中间挖一个洞, 这个洞呢,跟这边是一样大, 所以这五个都可以配这里, 等等的,这叫做与众不同的一种配法, 一种配法,OK, 那其实呢,这里头呢, 我们要很仔细的去思考, 这两派的背后, 有什么样的差异, 有什么样的相同点, 所以我这边就要花一点时间, 帮你解释, 这是很重要的, 再说明这两派, 这个依照架构的角度, 那么它两派呢, 到底有什么样的, 一致性, 有什么样的差异性,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就是我们要, 这个好好做好这个组合派, 这个组合创新,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哦, 所以要耐心一点, 所以第一个, 无论我们怎么样的谈分跟合呢, 其实都是一种抽象, OK, 所以我们不要把焦点放在分跟合上边, 因为分跟合本来就是两派都有, 两派都有, 只是因为它的差异点, 只是, 所以这边在说明, 无论是抽象派, 组合派, 两派的差异, 只有一个点, 就是抽象的视角不一样, 连抽象都一样, 都依照抽象, 对不对, 也就是, 做的分合, 其实他们都做了, 大家都做的分合, 只是分合的角度不一样而已, 所以呢, 还有一种, 无论哪一种视角, 那么抽象的目的都一样, 想得到简单, 那为什么要得到简单呢, 想从简单中掌握复杂, 这就是整个, 两者都是架构师, 两者都是架构设计, 那么既然是架构师呢, 那他的任务都是一样, 想从这个复杂中, 得出简单, 然后, 从复杂得到简单的目的, 是想让整个团队, 整个公司, 其他人呢, 能够从简单中掌握复杂, OK, 所以呢, 他只有视角不一样, 其他通通一样, OK, 只有抽象的视角不同, 其他的目的, 做法都一样的, 都一样的, 好, 因此呢, 我们就归纳, 这两派呢, 他的目的是一样, 想得到简单, 然后呢, 从简单中掌握复杂, OK, 再来, 手段也是一样, 都是透过抽象, OK, 但是视角, 抽象的视角不同, 那这个抽象的视角不同, 什么意思呢, 它是源自于, 对本质的认知不同, 对这个essence这个字, 这我们翻译成叫本质, OK, essence叫本质, 那他的内涵呢, 认知不同, 导致角度不同, 因此呢, 这个抽象的角度不同, 所以呢, 结果当然, 产出的效益, 结果当然是不一样的, 当然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说明, 这个对本质的认知, 这就是比较, 这一个偏东方的, 比较偏这个, 东方的这个, 东方的, 这一个, 而且比较偏道家的, 在这我个人的看法而已啦, 因为就是哲学的部分啦, 那么, 比较偏向这个见仁见智咯, 那我在这里只是谈我的看法, OK, 在本质上面, 东方的字元比较偏向道, OK, 那一般认为道是不变的, 道是一个稳定, 持久不变的, 称为道德道, OK, 那么本质的不变, 所以本质是道, 那么道就不变, 所以真大家可以谈到, 常常谈到, 真理是简单的, 所以那个道, 也就接近万变不理其中的那个中, 就是多变化当中的那个不变, OK, 这就是我们一般认为的道, 那么也认为的本质, OK, 所以我们在开发软件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会去追求, 这一个简单的不变的地方, 一般来讲就是地基, 这是我们所依赖的, 那么地基是不变的, 地基是简单的, 地基是我们的道, 我们的本质, 那么上面的房子, 就可以百花齐放, 就可以百花齐放, 所以呢, 我们就会延伸出来, 那希望架构师呢, 那么就好好的, 把地基做好, 让AP开发者, 让应用开发者可以来建房子, 建房子, 所以呢, 我们就常常会把这个比喻成这个平台咯, 平台上面就换很多很多的APP咯, 对不对, 然后架构师的任务, 就是要去建这个平台, 然后来支撑这个房子的多变, 以这边的稳定可靠不变, 来支撑这个上面房子的多变, 那么这是我们对这个essence这个字的认知咯, 是这样来的, 好, 那我们再看第二种认知呢, 第二种认知呢, 对essence来讲, 它是不可否缺的, 不是稳定可靠不变的, 不是不变的, 它是不可否缺的, 例如呢, 在这个牛津字典里头呢, 对这个字的含义, 就是英文的牛津字典里头, 对essence这个字呢, 它的含义是不可否缺的, 而不是稳定不变的, 那么这两种认知呢, 有很大的差异, 那因为我们认为, 这个essence是简单的, 因此呢, 我们就会去追求这个道, 因为我们想从简单中, 来掌握这个复杂, 掌握这个复杂, 既然我们心中认为, 这个本质, 这个道是简单的, 所以我们就去追求这个道, 我们就可以掌握复杂的宇宙, 复杂的世界, 复杂的一切, OK, 那如果说, 这个essence这个本质呢, 它不是简单的, 那么我们就不会去, 从这个一直去追求这个本质呢, 追求那个不变的部分, OK, 那么这里头呢, 我们就来看看, 无论哪一种认知, 都是有相同的目的, 想从复杂当中得到简单, 然后呢, 从简单掌握复杂, 那这个是我们一直在说明的, 这个architect的任务, 架构师的任务, 尤其是黑段架构师的任务, 就是这样一句话而已, 然后呢, 这个部分是从简单中掌握复杂, 是给整个企业, 整个team的, 整个team, 整个公司, 能够从简单中掌握复杂, 那因为, 我们遭遇到复杂的时候, 总是会先找简单, 因为简单让我们不会害怕, 那么,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因, 就是为什么会想找简单, 我现在说明了, 因为遇到复杂的时候, 会害怕, 所以呢, 找到简单的, 那掌握的简单, 就可以掌握的复杂, 因此呢, 我就不会害怕它, OK, 不会害怕它, 譬如说, 这一个, 看到一头钮, 那么你拉着这个绳子, 那么钮就会乖乖的跟你走, 虽然钮的力量很大, 你会害怕, 但是呢, 你抓的这个绳子, 那么, 它就乖乖的跟你走, 所以你就掌握的简单, 然后控制的复杂, 那么, 接下来, 目的是一样的, 接下来就是, 我们因为认知不一样, 所以寻找简单的, 这一个方向, 是不一样的, 这叫做视角, 这叫做我们所谓的视角, 就是, 我们都是要简单, 但是大家认为简单的这个来源不一样, 所以呢, 追寻的就不一样, 就视角就不同, 那么, 无论怎么样, 我们要得到简单, 都是来, 都采用的抽象, 所以呢, 我们要得到简单, 我们采用抽象, 这个大家都一致的, 大家都一致的, 只是呢, 我们对于简单的, 这个方向不一样, 所以呢, 让我们的抽象的视角, 产生的差异,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抽象视角一, 就是第一种, 第一种的抽象视角, 他认为呢, 本质是简单不变的, 就是基于这种认知, 所以追求简单的方向, 就不一样了, 因为他认为本质是简单的, 所以追求呢, 这个本质, 那就可以得到简单, OK, 因此呢, 他的做法就是, 把很多具象的东西, 把它去掉, 它的差异化的部分, 这叫做抽象, 抽出共同的现象, 把那个不一样的部分, 把它视而不见, 视而不见, 例如呢, 把一群猫都抓过来, 那么你就会发现, 它的呼吸都不一样, 因此呢, 就抽象的角度来讲, 就把它抽掉, 也就是对呼吸呢, 视而不见, 对它视而不见, 只把看得见的, 把它抓出来, 就是把视而不见的, 把它抽象掉, 留下了, 就是这一个一样的部分, 尾巴也不一样, 就把它去掉, 所以呢, 就把它视而不见的, 抽象掉, 在心中留下来的, 那就是一个猫, 不变的本质, OK, 会变的, 就不是本质, 不变的才是本质, 所以就留下来的, 就是猫不变的本质, 这是大家的认知, 这是这一派的认知, 那这个认知呢, 是无法证明的, 那所以才叫做一个认知, OK, 那是一个相信, 一个相信, 因此呢, 我们就会发现, 一只没有呼吸, 没有尾巴的东西呢, 到底还是不是猫, 这就是衍生出来, 第二种视角了, 第二种视角呢, 他并不认为, 这样子抽象掉的, 这些不变的东西, 就叫猫, OK, 所以第二个视角呢, 所谓本质呢, 是意义是不一样的, 认知不一样的, 所谓essence呢, 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呢, 本质并不是简单的, 本质是复杂的, 所以呢, 刚刚第一个视角, 是一个信仰, 他相信, 本质是简单的, 所以呢, 追求这个本质, 就可以得到简单, 那因为他认为, 本质是可靠不变的, 稳定可靠不变的, 所以呢, 追求这个本质, 就可以得到, 稳定可靠不变的, 就可以找到本质, 因此呢, 就得到简单, 因此呢, 就可以掌握本质, 就可以控制复杂, OK, 如果本质, 这一边如果本质呢, 指的是不可或缺的, 那又怎么样得到简单呢, 所以呢, 在这里第二个视角的意思就是说, 本质并不是简单的, 那么, 那么但是, 我们又要得到简单, 因为得到简单的目的是不变嘛, 所以这个本质就不是我们追求的方向咯, 所以本质就不是我这里所谈的, 这个组合派的追求的对象咯, 那么这个时候, 那么组合派的又到哪里去找简单呢, 到底除了他说, 在第一派呢, 是说明了, 这个本质是简单, 所以去追求本质就OK啦, 就可以得到简单, 但是在这个组合派的说这个本质并不是简单的, 那么, 那大家就问啦, 但是你不是要得到简单吗, 那本质不是简单, 所以你不找本质, 那你找谁啊, 找哪里啊, 因此呢, 其实也蛮简单的啦, 不是啦, 其实也是蛮容易理解的, 那第一个我们就想一想, 只要你想一想, 女士们为什么要带皮包, 因此呢, 就把猫, 包括不可或缺的尾巴, 整只猫, 就把它放进皮包里头, 是不是得到简单呢, 所以呢, 你看女士们, 把镜子, 把口红, 把这一个各种化妆品呢, 都把它塞到皮包, 然后呢, 把它包起来, 然后带着皮包走, 所以它是不是得到简单呢, 答案是啊, 所以呢, 皮包带来的简单, OK, 所以呢, 在这一派里头呢, 是以掌握皮包, 来设计皮包, 来创造皮包, OK, 那么就可以得到简单咯, 就可以得到简单咯, OK,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把不可或缺的, 这个特性呢, 把它妥善的包装起来, 那这也是一种抽象, OK, 那么在中国古代呢, 其实也有这样的概念, 例如呢, 这个孙悟空, 七十二变, 大闹天宫, 唐三藏怎么处理呢, 他就带一个金, 这个锦塞座呢, 让这个座椅呢, 可以让孙悟空头疼呢, 所以他就可以, 从这个简单中, 控制这个复杂, 他并不是, 去把这个孙悟空的七十二变, 会变的部分把它删除, 它是寻找另外一个方式, 来达成这个目的, 所以呢, 同样的, 在组合创新派, 他不是去把这个女士们的这个口红, 化妆品等等的这些都变的东西, 把它删除, 然后留下不变, 而是呢, 做一个皮包, 然后把这些都把它留下来, 都把它放进去, 包装起来, 所以呢, 这个唐三藏, 也是保护了这一个都变, 然后嘛, 利用创造出一个新的东西, 这个就是我们的设计, 设计品, 也就是所谓的整个设计的重点, 就设计一个皮包, 那也就设计一个, 塞座呢, 能够来控制它, 所以掌描了简单, 就掌描了七十二变, OK, 所以掌描了皮包, 就掌描了那只猫的一切复杂, 所以掌描了皮包, 就掌描了这个化妆品的一切的都变, 因此呢, 这个, 这个两个派系, 那么对于这个简单的追寻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它的做法就不一样, 这就是它对于这个Essence的认知不一样, 所引发出来的, 好, 那么我们从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在软件呢, 所以呢, 如果是这一个比较偏西方的, 比较偏西方的, 那么它就会比较偏向于这一个认为呢, 这一个Essence是不可否缺的, 所以呢, 这个是洋人的一本书, 也就是Brucke所写的书叫人类神话, 里头就写了, 这个的Comparsity, of software, 就是软件的复杂性, 它是一个Essential Property, 就是一种不可否缺的特性, 意思说, 这一个软件呢, 它的本质呢, 是复杂的, 而不是简单的, 这个复杂性呢, 并不是偶尔随之的, 它是本性, 它本来就有的, 是一个不可否缺的, 只要是软件, 都一定会有这个复杂性, 所以呢, 它认为软件的本质是复杂的, 软件的本质是复杂的, 所以呢, 它属于这个创新组合派的, 它相信软件的复杂性是, 本质是复杂的, 所以呢, 它就会去寻找这个架构, 寻找皮包, 来把它包起来, 所以呢, 这一个architecture这个字呢, 其实呢, 最早就是, 这一个brook是所提倡的, 所提倡的, 那它希望呢, 透过这个架构设计, 来达到这个概念的一致性, 概念的一致性, 透过这个概念的一致性呢, 能够来, 这一个, 把复杂包装起来, 它叫conceptual integrity, conceptual integrity, 叫做概念的一致性, 类似我们的接口的一致性, 然后呢, 让大家都可以, 在这一个一致性的架构里头呢, 也就是一致性的接口当中, 大家来组合, 大家来创新, OK, 所以呢, 这就是它一旦认为, 是一个essence呢, 是不可否缺的, 那么就会发现, 得出来的结论是, 软件的复杂性, 是本质的, 所以它的本质并不是简单的, 并不是简单的, OK, 然后呢, 至于在这个周爱敏先生, 他所写的大道字简, 他说明了这个软件的本质是简单的, 那其实这是议题的两面, 也就是说, 这种是信仰, 并不是真理, 并不是真理, 所以呢, 这一个, 当你认为, 软件的本质是简单的, 你就会追求这个本质, 当你这个软件的本质是复杂的, 那么你就会追寻呢, 这另外一个, 像皮包一样, 把这个复杂呢, 把它放进去, 也就得到简单, 所以追求简单的方式是不一样, 你相信这个本质是简单, 你就会去追求本质, 掌握本质, 就可以掌握简单, 那么你认为本质呢, 并不是简单的, 所以呢, 你就不会去找本质啦, 你就会去找另外一种方式, 然后来把它包装起来, 那么这样子的方式呢, 你也是一样, 可以得到简单, 都是一样的, 那么这就是整个两派的一个重点,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么抽象, 这一个传统的抽象派, 那么跟这个在软件上面, 有什么样的差别, 所以呢, 我们就来看, 这一个一般的抽象, 一般的抽象, 它是看到, 这一个一堆的函数, 函数, 然后抽出共通的部分, 这就是因为大家觉得呢, 这个就是说, 这个四角一就是属于, 这个一般的抽象派呢, 他认为呢, 就是看到一堆的函数, 然后把它一样的部分, 把它抽出来, 就叫做抽象的函数, 然后一堆的数据呢, 把它抽象出来, 就是共通的数据的结构, 至于呢, 不可其他的, 这一个会变的, 那么可以视而不见, 这就是, 这一个第一派的, 但是这样有一个问题呢, 可能会把不可或缺的复杂, 把它抽掉, 那这个是, 这第一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陷阱, 一个弱点在这里, 所以例如咯, 我们就是给他一堆的数据像, 对他item, 他就抽象出一个共通的数据结构, 然后呢, 这一堆的函数就抽出, 共通的这个抽象函数, OK, 抽象函数, OK, 那, 好像是一堆的鞋子, 抽象出来呢, 是一个抽象的鞋子, 一堆的袜子, 这个抽象出来, 是一个抽象的袜子, 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来看看, 第二个视角的话, 它是一堆的函数, 那么一堆的数据当中, 抽象出来一个, 类的结构, 就是说, 他看到的是一堆的鞋子, 一堆的袜子, 但是抽出来呢, 因为鞋子, 袜子并没有简单的, 他抽象出来也不是简单的, 所以那他就不能去里头找简单, 他必须要创造一个皮包, 才能够得到简单, 因此呢, 创造一个类, 比如说, 一堆袜子, 还有一堆鞋子, 那抽象之后, 像这个海韵月, 抽象出来变成集装箱, 所以呢, 这集装箱就把这个函数跟数据的复杂性都把它放进里头, 那我们就掌握了集装箱, 就可以掌握了复杂的货物的世界, 一样的, 在这里软件上面, 一堆的函数, 一堆的数据, 抽象出来之后, 就得出一个皮包, 就像一堆的口红, 一堆的化妆品, 等等的, 然后女士们, 把它抽象之后, 得到一个皮包, 然后就掌握皮包, 就掌握了复杂的化妆品, 因此呢, 它容纳各项不可或缺的复杂, 它把复杂都包进去了, 在上面来讲呢, 这个是把复杂的可能, 我只说是可能的, 把它抽掉了, 把它抽掉了, 那这样子, 这一个呢, 得到简单, 但是又包含了各种复杂, OK, 这样子的, 所以例如呢, 一堆的数据项, 一堆的函数, 抽象出来, 变成class, 变成一个类, 这就是皮包, 这是皮包, 相当这个皮包, 创造出来的皮包, OK, 然后呢, 就得出这个形, 这就是class的造型, 就是有data, 有函数, 有没有, 然后对应过来, 就是这一个一般大家熟悉的类, 那这个叫做造型, OK, 所以内含就把它放在这个类造型里头, 所以就等于是集装箱, 那就等于是鞋子, 袜子, OK, 然后你看, 把枫叶加上这个类造型, 我们就称为枫叶类, 就称为枫叶类, 那这个就是, 把这一个, 钱放进皮包, 叫做钱包, 把这一个化妆品放进这个皮包, 叫做化妆包, OK, 是这样子的称呼, 把鹦鹉放进皮包, 这叫鹦鹉皮包, OK, 那就就是, 这是类这个概念, 就是在这个组合创新派, 它就会偏向创造皮包, 来包容这个复杂, 然后得到简单, OK, 那同样的, 高老师也算是, 组合创新派的, 所以呢, 就基于这个类, 再把它跟这个, 创造出一个, 也是一个皮包, 那这个皮包呢, 就可以放进去, 更多的内涵, 更多的内涵, 例如呢, 这个把显示MP4, 显示在屏幕上面的所有的逻辑, 这些内涵写在这个, Service这一个E里头, 然后呢, 再把这个播放的选择, 就客户, 客户的业主啦, 等等的选择, 这种对视频, 他播放什么音乐, 对视频的选择, 就写在这个T, 就是控制手机怎么去显示的部分, 写在这里, 然后再用I把它组合起来, 因此呢, 就把这个内涵放进去, 这个大的集装箱里头呢, 那这个是复杂的, 把复杂放进去, 这个皮包里头, 那么掌握了皮包, 就掌握了简单, 那这就是, 也是呢, 曾高老师N系的组合创新派, 来做继续做创新, 就形成了我的EIT的造型, EIT的造型, 然后再来, 最后一项, 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是组合创新咯, 接下来就是要包容改变, 就是我们的组合创新, 如果架构设计设计的好, 我们就可以包容这个改变, 因为这个清晰的Vision, 并非要准确的预测出未来的景象, 其实我们讲过Vision只是, 就是对架构师来讲, Vision只是一个手段, 那么我们要找出组合创新, OK, 那么Vision本身会变的, 所以我们的组合创新要不断的改变, 所以Vision是期望的未来景象, 它会变的, 对架构师而言, 它是手段, 那我们得出组合创新之目的, 所以我们要找出呢, 能够实现厌景的目前的决策, 这个决策呢, 真正有未来性, 我们就是说, 要能够实现厌景, 那厌景会变, 我们要跟着, 永远都能够, 跟随着厌景而做重构, 那这个我们需要有这个未来性, 所以决策必须要有未来性, OK, 这就是决策, 如果没有未来性, 那么可能明天我们就会吃很大的亏, 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把明天的变化考虑进来, OK, 那例如呢, 这是我常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这个明明这个通信协议是会变的, 那我们要开发一个client跟server, 那我们就是会一直告诉, 那是这两个团队, 是一个团队开发client, 一个团队开发server, 然后呢, 就会要求呢, 先对通信协议, 先来做一个妥善的一个协调, 然后确定了通信协议之后, 才开发这个client, 也开发server, 那这样是不对的, 因为呢, 这样你没有包容未来的改变, 因为你把未来的改变, 都写在这里头, 写在这里头, 所以这个改变呢, 会导致s跟client的变化, 就是通信协议的改变, 会导致这边的改变, 因此呢, 我们就会觉得这个系统会变得很复杂, 它变了, 它也变, 它变了, 它也变, 因此呢, 我们就是在设计一个这个东西, 就是client跟server都不变, 然后设计一个这个基类, 来把它包起来, 把它包起来, 所以呢, 这个就是复杂, 但是不要删除, 这是猫的尾巴, 猫的呼吸,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皮包, 这边设计一个皮包, 这边设计一个皮包, 然后呢, 就把这个会变的东西, 把它包在皮包里头, 把它包在皮包里头, 那么人就透过这个皮包, 这个吸, 透过这个皮包去通信, 然后这个皮包再扣下来, 因此呢, 我们掌握的简单, 这皮包是简单的, 所以做开发server的人, 掌握的简单, 控制的复杂, 掌握的简单, 包容的复杂, 所以这个复杂都变, 那明天变, 后天变, 天天都变, 所以呢, 这个皮包不变, 所以呢, 今天化妆品改了, 明天用完了, 等等都在变, 所以我们永远掌握皮包, 然后呢, 让这一个里头的内部呢, 不断的去改变, 因此呢, 我们掌握的皮包, 设计的皮包, 包容的化妆品的变化, 这表示呢,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创新的, 一个架构设计, 是能够包容未来的改变, 所以我们这个架构呢, 就等于是说设计出未来性, 设计出未来性, OK, 好, 那么设计未来性呢, 这个上层可以抽换, 上层可以跨屏, 上层跨屏的底层可以抽换, 这有很多很多, 例如呢, 这一个Android的终端设备, 里头的芯片, 那来自不同的供应商, 所以呢, 我们也要把它包容进来, 让它都变, 所以呢, 也是做一个小皮包, 来包容这个芯片的改变,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确保, 做一个皮包来包装, 这些复杂都变, 所以确保了底层芯片的可抽换性, 那么, 所谓皮包, 大部分就是可以当成这口啦, 没关系, 这个我们待会再举例子, 再举例子, 实现了上层的跨平台, 当我们包容了, 让底层可以抽换, 上层自然跨平台, OK, 自然跨平台, 譬如说, 我们的挤过那个吉普车, 当我们的轮胎, 可以因这个地面的海滩, 街道高速公路山上而变, 因此让我们的汽车, 就可以跨不同的陆地, 我再说一遍, 当我们的这个设计, 架构设计, 可以让我们的底层是可以抽换, 就像我们轮胎可以抽换, 因此呢, 我们的汽车就可以跨不同的陆地, 所以底层可以抽换, 意味着让我们的整体可以跨平台, 这个让你可以体会的出来, OK, 那么我们可以用这样子来做个比喻, 就是一个surface view, 如果绑住的camera, 那这样表示没有未来性, 因为这个都绑在一起, 就没有这个架构呢, 是没有弹性的, 那么你如果透过这个借口, 这个我们也刚刚看过这个例子呢, 所以这边就可以变, 这边就可以变, 所以呢, 这表示呢, 我们的设计呢, 能够把这个包容新的组合, 就是可以设计新的插件, 来做更多的新的组合, 这表示呢, 可以为未来的用户的需求而改变, 因此就设计出未来性, OK, 那这个更是把这个换掉, 所以呢, 可以抽换这个插件, 然后创造新的组合, 就叫创新组合, 那创新组合越有弹性, 越有能力做创新组合呢, 就越能够应付未来的这个变化, 所以呢, 理想的架构, 然后可以支撑各种各式各样的创新组合呢, 自然而然, 就会创造出这样子的一个未来性, 所以就是息息相关的好的架构, 它就会有好的创新, 好的组合, 更容易的组合, 更有弹性的组合, 因此呢, 就可以更面对, 更包容未来的变化, 因此呢, 它就更有未来性, OK, 所以有些人认为呢, 架构设计是要寻找共通的一个结构, 就是共通性, 而且架构应该是独一无二, 其实呢, 架构追求的是特殊性, 追求的是独一无二, 那气象万千的, 那苹果的乔博斯讲, 这个创造无非就把十五连结起来, 然后呢, 重新的组合, 组出一个非环的创意, 他就是把, 我们把它倒过来看, 就是透过组合, 可以创造出这个非环的创意, 那这就是乔博斯身为这个A段架构师呢, 那么他要做软硬结合加内容等等的, 那么他是透过组合的创新, 透过好的架构设计, 来支撑这样子一个独特性的产品, 气象万千的产品, 以众不同的, 崭新的组合, 那这就是苹果的一种创意的来源, 这来自这个A段架构师的这些基本的素养, 这素养就是基于愿景, 追寻这个愿景, 然后呢, 让这个所有的公司的人, 还有供应商, 还有用户, 共同的去追寻这样的一个愿景, 然后再来做出好的架构设计, 然后呢, 这个创造更多的独特性, 创造更多的创新, 以及各式各样的组合, 然后来实现这个愿景, 实现梦想, 然后让梦想成真, OK, 好, 那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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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谢。 。